前台北市长柯文哲深陷金华城岸风波 或吴宝请回后北剑提起抗告 高等法院今天下午裁定撤销发回 高院认为依柯文哲积极介入等客观的形状 对金华城岸是否毫无所惜 或是未曾怀疑仍有要救命的必要 也代表台北地院将再次召开家庭 民众党对此表示遗憾 求法官应秉持公正精神 依照证据认定事实 让真诚走之大败 那你怎么看林周平说他有提醒你 但是是申罪五百六的部分 谢谢 述问者苏家门或是抵达机场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面对媒体追问 都没有多回应 表示会安排记者会说明 是不是你亲笔交办金华城 现在还写报酬说写变迁给彭正 深陷的金华城案 柯文哲或吴宝请回 检方提起抗告 经高等法院何一庭书面审理后 四号下午撤销发回 也代表台北地医院将重开 积压庭 裁定理由指出是否如柯文哲 自身主张 他相信具有专业性 而且多数觉得都委会决议 对案情毫无所惜或未曾怀疑 还有救命必要 原神也未就检方提出的 全部市政综合评价 直接认定检察官为市民柯文哲 犯罪嫌疑重大也有所不妥 另一名涉案的前北市副市长 彭正生检方四号也载到台北 看守所就训载压的他 但彭正生不服被羁押 透过律师提抗告 但高院指出抗告状未经 他本人盖章签名 纳指印 将通知彭正生 补证后另行裁定 全案更是持续延烧 前都委曾光宗发文提及 自己过去曾审查金华城案 当初在会议上都表示反对 三号被检方传唤作证 虚后请回 现在周刊也报导 柯文哲首任市长期间 担任都发局长的林周明 曾多次提醒 若是照议员易小微 质询放水溶机 是否恐服起 独立的法律责任 金华城的容积率的时候 当然我们必须 也应该定时和市长报告 那我当时处理的方式 是除了陈会报告 也以文字方式的 备忘录上程市长事 金周刊更爆出 在二零二零年四月 柯文哲曾转交彭正生 金华城容积相关文件 甚至还留下便签 写下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原则很简单 公务员不坐牢 引发质疑 这个便签是真的还假的 从哪里来的 即使是真的 叫公务员不要违法 有错吗 金华城容积案 全案尚在理清 另一起政治现金案 为检验再有动作 三号约谈时任 柯文哲进总财务长李文宗 他也从证人转为被告身份 讯后两百万交报 限制出境出海 并且受电子监控 记者综合报道 竹小时任 确认 中文稳